大家好,我是悠悠 看这个,是公鸽子 我们主要的是来看它这个小母鸽 才起了两个蛋 证明这两对鸽子拿过来还是靠谱的 会不会负担,暖的 看我来,刚才有个蛋在外面 凶的一塌糊涂 你看,我怎么发现这些 只要一尘蛋了,都凶的不得了 铁牛是漂亮 我以前不喜欢在凤头的 之前,我那个师傅给我凤头的我还不要 我说那都像假歌词一样的 现在发现他们这些观赏歌要凤头才漂亮了 我之前的点子也不要凤头 铁牛也是两个平头 我感觉凤头个人喜好吧 现在无所谓 只要是鸽子我都会修 这个就是让他也复几天 看一下有没有受惊就行了 还是拍拍他的眼睛 这个眼睛是黑通通的 葡萄眼 就像那个紫葡萄一样的 很亮,你看到没有 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典型的满天经典杀 有不了解铁牛的歌友 想了解他 你可以到我的文章里面去看 有一个文章是专门写铁牛的 就是讲到他有两种眼纱 我是个人很喜欢这种鸽子 特别的小 我在扬州这边养的第一对鸽子就是铁牛 最早的时候是不怎么喜欢性格的 我都是喜欢这些观赏歌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喜欢悠悠的视频的歌友 还请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